夏季想追热气球不用跑到台东 在台中也可以体验高空冒险 台中石缸区公所举办第二届热气球嘉年华 让民众从高空俯瞰石缸山城美景还有大甲西畔 去年因为疫情严峻取消 今年扩大办理 还加码音乐会烟火秀跟光雕喷火秀 让不少大小朋友抢着参加活动 加热燃烧 七彩缤纷的热气球 慢慢升空 点缀台中石缸的天空 视野也随着高度越来越广阔 热气球徜徉高空 山城美景大甲西畔映入眼帘 也让首次达成的小朋友心脏扑通扑通跳 好玩 也有点紧张 很高 漂亮 然后看到日出 没想到那个太阳会那个 刚好在旁边的云是粉红色的 夏季想追热气球不必跑到台东去 台中石缸区公所举办第二届热气球嘉年华 让民众体验高空冒险 一共规划七个场次 分早上和下午时段 25号一早涌入家长带着小朋友搭乘 直呼超过瘾想一搭再搭 我觉得有一点短 就差不多拍照拍完就准备下来降落了 今年很多的市民朋友 全国各地的民众都敲碗 叫我们要赶快举办 所以我们经过精心的筹备以后 今天开始一连四天 要在台中举行热气球嘉年华 就连台中市长卢秀燕也抵倒不住热气球魅力 从地面飞行到高空 整趟过程大约四到六分钟 去年因为疫情停办 今年扩大举办 还加码音乐会跟烟火光雕烹火秀 要带给民众视觉跟听觉 双手响宴 叫潘兴王一璋 台中报道